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孟宇飞 今日新闻精彩分成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科学家最新的研究发现 他们鉴定出一种名为MTBAE的基因 这可能有助于抵抗肥胖 这项研究分析了了 来自中国三个独立人群的2877个样本 发现MTBAE基因变异与肥胖风险降低又显著地相关 这为我们理解肥胖的遗传基础提供了新的见解 接下来是一则令人震惊的社会新闻 一位40岁的中国女子 因18岁的学生男友欺骗她的钱财 竟然选择在校园内裸奔以示报复 她在校园内四处走动 甚至在健身房内脱掉内衣 这一行为引发了广泛关注 最后我们来到香港 当地银行正在升级系统 以示应对新政策下台风期间的股票交易 这一举措旨在缺保在恶劣天气下 当地的股票和衍生品市场仍能正常运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可能增加对肥胖抵抗力的特定基因 这一发现有望揭示全球健康问题背后的复杂机制 肥胖与心血管疾病和二型糖尿病等多种严重健康状况相关 尽管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但其肥胖率仍处于全球较低水平 复旦大学的金利教授和郑鸿祥副教授领导的一项研究表明 遗传因素可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他们分析了来自广西、江苏和河南三地的R-877个样本 并发现了一种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普遍存在的线粒体DNA类型 似乎对肥胖有保护作用 研究表明M2BA基因亚族可能是肥胖风险降低的原因 其减少线粒体功能可能导致能量保存减少和热量产生增加 从而减少体重增加 南华早报报道 一名40岁的中国女子因18岁的学生男友骗取她的钱财后抛弃她 愤而在男友所在的校园内裸奔 她在湖北省荆州理工学院内被拍到裸露上身 并在健身房内脱掉内衣 她在被封禁的抖音账号上发布视频 称男友杨某与她发生性关系后 骗取了她的钱财并抛弃了她 她在校园内裸奔 并大喊男友的名字 意图让她社交死亡 尽管她的行为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但学校尚未对此事做出回应 根据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在公共场所 故意裸露身体的人可能面临5到10天的拘留 类似的复仇故事时有发生 去年吉林省一名女子在车内播放男友行为的循环录音 广东省一名妻子发现丈夫出轨后 雇佣婚礼歌手并制作了带有丈夫和情人名字的横幅 公开羞辱丈夫 这些行为可能会导致公共秩序的扰乱 面临警告或罚款 严重者可被拘留10天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银行业已开始升级系统 以应对新政策下在台风期间 继续进行股票和衍生品交易所需的支票清算程序 香港银行工会表示 所有160家本地银行 已准备好支持台风和暴雨期间的交易安排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HX将从9月23号起 允许在台风和暴雨期间 继续进行股票和衍生品交易 结束了70年来在台风信号 或黑色暴雨警告期间暂停交易的做法 所有经纪人需确保其系统能支持交易员和员工 在恶劣天气下进行远程工作 并允许投资者在线交易 香港证券协会主席龚国权表示 所有证券经纪人需与银行谈论 数字银行支持和支票清算程序 银行将分配资源 确保在恶劣天气期间 互联网银行和电话银行服务的持续运作 并准备好新的支票结算安排 新的交易安排将使香港的交易机制 与全球标准接轨 增强香港金融市场的整体竞争力 香港城市大学的陈凤祥表示 这一举措将有助于提升香港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并增强电子支付系统的效率 南华早报报道 随着萨特阿拉伯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旅游目的地 和区域商业中心 外界预期该国可能逐步放松对酒精的禁令 今年2月 政府在利亚德的外交区开设了一家 专供非穆斯林使馆人员使用的酒类商店 这被视为嗜水之举 接下来 萨特阿拉伯可能会在其鸿海岛屿度假村 允许酒店和餐厅持有酒阔 类序可证 模仿埃及的热门度假圣地 萨姆萨伊赫和赫尔哥达 萨特阿拉伯自2019年开始提供旅游签证 吸引了来自63个国家的游客 随着萨特阿拉伯在2030愿景计划下大力投资旅游业 国内旅游业蓬勃发展 经济部门报告显示 2020年至2022年间 艺术和娱乐活动的价值翻了一番多 食品和住宿支出增长了77% 萨特阿拉伯的目标是到2030年 吸引1.5亿游客 并计划在2030年主办世界博览会 和2034年足球世界杯 根据全球房地产咨询公司来访的预测 萨特阿拉伯到2030年 将建设32万间新酒店房间 其中三分之二预计为四星和五星级标准 为实现这一雄心博 这还博的旅游目标 萨特阿拉伯和其五个海湾合作委员会伙伴国 计划在今年年底前 推出类似于欧洲深耕签证的联合旅游签证计划 尽管萨特阿拉伯在社会自由化方面取得了显着进展 但政治评论员萨尔曼·阿萨里认为 萨特阿拉伯不太可能完全模仿宁国阿联酋的做法 后者在2020年将酒精消费合法化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表示 菲律宾不会挑起战争 但也不会屈服于任何外国势力 上周菲律宾海军与中国海警在南海发生暴力冲突 中国海警用砍刀、斧头和锤子攻击菲律宾海军人员 并损坏了至少两艘军舰 马克思强调菲律宾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所有问题 并赞扬了在冲了途中保持克制的海军人员 冲突引发了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谴责 而中非双方则互相指责对方挑衅 马克思政府表示 无计划援引与美国的相互防御条约 南海领土争端涉及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 被视为可能引发美中武装冲突的潜在火药桶 美国多次警告 如果菲律宾军队在南马还遭到攻击 美国有义务进行防御 根据CNN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平壤达成了一项新的联盟协议 这一举动引起了中国的关注 五年前 习近平曾访问平壤 并与金正恩强调加强合作 但这次普京和金正恩达成的协议 涵盖了政治、贸易、投资和安全合作 两国承诺在遭受攻击时提供及时军事援助 这引起了美国及其亚洲盟有的关注 日本对普京不排除与朝鲜在军事技术上合作 表示严重关切 韩国则召开了紧急国家安全会议 并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相比之下 中国的反应相对低调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这是俄朝之间的双边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担心俄罗斯对朝鲜的军事技术援助 会进一步助长金正恩政权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 尽管俄罗斯和朝鲜加强了合作 但中国仍然是两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支持 专家认为 中国不会认为俄朝联盟是对中国的背叛 因为两国仍需要依赖中国 南华早报 Claudia Key每天早晨六的三年起床 在法国博伦地的灰蒙蒙的天空下 煮了一杯茶 这个景象让她想起了在上海的冬天 她曾在那里生活了六年 2023年8月 她来到这个著名的法国葡萄酒产区 至今已经五个月了 仍在适应这里悠闲的生活方式 南华早报 Key曾经在北京的Vogue杂志和上海的梅西百货工作 并尝试创办自己的咨询公司 2022年上海的严格封锁 使她的生活陷入困境 食物供应不稳定 居民们不得不在微信群组中集体购买食物 她的母亲建议她去国外读硕士 于是她开始申请欧洲的学校 最终被波音地商学院录取 这样的选择在中国三十多岁的单身女性中并不罕见 因为她们面临着婚姻压力 职业瓶颈和政治控 只等多重挑战 Key的经历反映了许多中国女性 为了追求更好的未来 而选择出国深造的趋势 BBC 英国邮政丑闻中的核心人物 前富士通工程师Gareth Jenkins 即将在调查中接受质询 她帮助撤击的Horizon软件 导致超过900名分邮局局长被错误起诉 Jenkins的证词被认为至关重要 因为她在2005年后成为邮局辩护的关键人物 2010年 她在SEMA、Misra的审判中作证 但未透露软件存在的问题 导致Misra被判入狱 Jenkins的证词被质疑不独立 且存在偏见 甚至被邮局的律师建议修改 以加强对Horizon系统的信心 独立调查发现她的证词不可信 并建议停止使用她的专家证词 但Jenkins仍在幕后提供技术支持 并在2019年的Bates诉邮局案中 被称为影子专家 这些问题引发了对邮局和富士通处理方式的严重质疑 台湾新总统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引起了国际关注 特别是北京的批评和军事演习 赖的演说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与前总统陈水扁的两国论相似 他呼吁台商回台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赖的演说还提到台湾的历史 包括1949年的戒严 1996年的总统选举和2024年的展望 他强调台湾的地位和角色 赖还提到了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南建立热兰之城 这象征着台湾与全球化的联系 赖的演说展示了台湾400年的历史 这与1996年李登辉强调的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形成对比 赖的历史观反映了台湾的现实 但如何与中华民国的宪法历史观调和 仍需观察 外交官报道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最近访问中国 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极大的热情和友好接待了普京 两国领导人同意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并共同发表声明 批评西方试图用规则为基础的秩序 取代广泛接受的国际法秩序 关于乌克兰战争 俄罗斯积极评价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和公正立场 尽管西方不接受中俄的世界观 但普京的访华被视为加强双边合作的高层会晤 在中国 官方媒体大力报道普京访问的意义 但也有不少人担心与俄和罗斯走得太近 官方媒体和民间讨论 普遍认为中俄合作是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 而非完全依赖 BBC报道 中欧双方同意就电动汽车关税问题展开谈判 这是自欧盟威胁对中国电动车 征收高达38的关税以来 双方首次同意进行谈判 欧盟指责中国电动车受到政府不公平补贴 而中国则谴责欧盟的保护主义行为 尽管双方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的对话 但分歧依然存在 中国威胁将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 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德国也对关税表示批评 认为这可能引发与中国的贸易战 欧洲汽车行业对此也持批评态度 认为关税措施会导致全球贸易分裂 南华早报采访了华盛顿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斯科特·肯尼迪 他认为中美之间的长期竞争关系已经确立 但双方努力通过对话 避免冲突和经济脱钩 尽管缺乏直接沟通不是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但恢复对话对关系的稳定至关重要 肯尼迪指出 中国经济在疫情后恢复乏力 国内外信心不足 这促劳使中国领导层希望稳定中美关系 尽管美国没有放松技术出口管制 但习近平仍愿意与拜登会晤 强调合作 肯尼迪认为 中国需要采取更大力度的措施来恢复经济信心 而美国也需要重新定义与中国的关系 以实现更稳定的双边关系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e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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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